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男主 但是没过多久 爷爷就去世了 临终前将自己的戒指留给了男主 并留下一句 救他脱离苦难的话后就去世了 二十年后 受命运的安排 男主来到了一个不太景气的乐团 据说这个乐团中有一个波曼谷 这个波曼谷中寄住着一个灵魂 是来保护乐团免受危险的 这时的乐团中 团长正在为乐团的成员祈祷 还为了乐团可以发扬壮大 立下了诅咒 那就是 如果有人背叛 会在三天后惨死 四天后变为鬼 永世不得超生 坐在大堂中的成员们听到后 有人因为害怕就离开了大堂 当天晚上 乐团中的一个成员小陈 偷了一点钱财和红宝石后就离开了 随后成员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得知 小陈因为赌博输掉了很多的钱财 所以才去偷了红宝石企图翻盘 而坐在一边的小胖却无奈地笑了笑 第二天赞助团长粮食和资金的小瓶头送来了东西 还为大家介绍了另一个拥有一流乐团的男子小戴 小戴看着团长表露出了不还好意的表情 当天晚上 小陈在为大家演奏敲打波曼鼓的时候 刚开始还很正常 但是没过一会儿 鼓里突然冒出了人头和双手 紧接着小陈就被撞到鼓上 给撞死了 随后大家回到乐团 小胖带着男主准备回房间 路过了那个禁地 男主因为好奇 直接闯入了木屋内 小胖则走了 但是刚进去没多久 男主就遭到了一位美女的驱逐 男主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 第二天练习结束后 男主再一次来到了禁地木屋 遇到了美女 美女见男主进屋后 立刻又开始下逐客令 男主不慌不忙地介绍了自己来此的目的 还为美女擦拭了波曼鼓 随后两人进行自我介绍时才得知 原来这存在于禁地的美女 居然就是女主 两人闲聊一会儿后 女主带着男主来到了小河中练习 据说水可以让人心平气和 画面一转 小胡子和紫衣美女收到小黛的邀请 前去聊天 实际上却是想用财富来拉拢人心 紫衣美女当下就心动了 但小胡子可是不吃这一套 直接拒绝了小黛的诱惑 当天晚上 小黛的家里似乎闯入了什么人 但是白刀子进去 红刀子出来后 人却没有见到 随即背后走出一个白胡子大叔 小黛似乎下定了决心 要将波曼谷带回来 与此同时 在木屋的女主似乎也受了伤 就在男主准备带着女主去治疗的时候 身边突然出现了很多的鬼魂 紧接着男主从梦中惊醒 看到女主无碍后就离开了 但实际上女主只是受伤不说而已 与此同时 在大唐的佛像也开始流血 团长健壮后开始慌了 急忙拿着东西 开始为神像治疗 第二天 紫衣美女开始心不在焉的练习 却被团长训斥了一顿 受到训斥后 美女就回到房间 开始收拾东西 殊不知 却被什么东西控制 带到了树林中 还边走边脱衣服 就在美女反应过来时 发现自己衣不折体不说 还被人控制扭曲了身体 然后美女就这么草率地死了 而男主在练习打鼓的时候 和女主产生了感情 紧接着 乐团接到了小代想要合并的文书 团长表示不同意 但乐队的成员们 心里却很是痒痒地想要离开 但是成员们却全部遭到了男主的鄙视 一群人立刻扭打在一起 直到那变心之人离开 几个人才停了手 随后男主在女主的帮助下 慢慢地恢复了打架时所留下的伤 而在女主的鼓励下 打鼓的技巧也越来越熟练 两人的感情随之变得越来越好 直到有一天 赞助商将小代和团长叫去 目的当然是劝团长和小代的乐团 一起合并 但团长依然坚持自己的原则 赞助商见此情景 决定举行一场比赛 谁输了 谁的乐团就被另一个乐团合并 两人纷纷点头答应 经过漫长的练习后 很快地就迎来了比赛的那一天 但是这场比赛却因为小胡子输掉了 比赛刚刚结束 团长的身边只剩下了男主和小胖两个人 团长也因此被气地晕了过去 第二天小代带着自己的人来带走团长的乐器 但是团长为了保住这波曼谷 于是决定向小代再次发起了一场比赛 当然在男主的努力下 帮助团长赢得了这场比赛 与此同时 之前跳槽的一位成员 因为诅咒被吃下刀片而死 而小胡子也因为打鼓手受了伤 小代见此情景急忙动用武力 将波曼谷抢了回来 当天晚上 男主在团长的召唤下来到了团长的屋子 并在团长的告知下继承了圣殿 随后还说出了家族目的的事情 但唯一的要求 就是需要男主好好照顾小胖 男主也答应了 随后站在门外的小胖走了进来 团长向小胖对于母亲的事情道歉后 父子两人终于兵释前嫌 画面一转 在小代家的派对上 所有的人都在吃喝玩乐 但小胡子却因为想要见识一下波曼谷 于是就偷偷溜去查看了 但谁知 却被波曼谷给砸死 而其他的成员 似乎也受到了波曼谷的诅咒 随后女主去找团长聊天的时候 团长一句话还没说完就爆炸了 而小代这边也发现了死掉的乐团成员 本想去找团长说个理 谁知 却找不到任何踪迹 小代一气之下 放火烧掉了团长的家 还好男主出现 及时阻止了小代的行为 与此同时 女主也幻化恶领出现 并开始杀害那些恶人 直到最后 在男主的呼喊声中 女主恢复了善良的本性 而就在女主倒下的那一刻 男主上前抱住了女主 并看到了之前 用女主肚皮做的骨面 女主以为 父亲可以永远陪着自己 谁知到最后 还是离开了他们 没过一会儿 女主在哭声中慢慢消失 离开了男主 男主看着自己心爱的女子 离自己而去 早已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随着一声呐喊 画面转到第二天 团长的家 经过一晚的大火吞噬 现场早已变为一片废墟 随后男主拿起 女主的铃铛 紧紧地握在了手心 男主继承了团长的乐队 并将它发扬光大 很多年后 男主在看舞蹈的时候 慢慢离开了人世 去陪伴自己的爱人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如需获取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请微信搜索公众号 夜晚三点半 回复电影名称即可 下次见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